AI科技爱好者木槿意外破解了神秘盒子 本以为会有巨额奖金 没想到却激活了一个叫Net的AI仿真人 而破解神秘盒子的奖品竟然是入职公司 成为AI仿真人的打工拍档 木槿成功登陆系统 这已经是他第126次尝试解锁神秘盒子了 系统提示他输入正确代码 一顿操作猛如虎 结果还是信息错误 解码失败 不出意外的话 接下来的第127次也错误 系统不断提示信息错误 让他重新解码 一顿操作下来 木槿终于没了好脾气 他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居然这么弱 明明都已经计算好了 竟然还解不开 而且这已经是第三天了 一个破盒子三天还没解开 他的脑子已经快成江湖了 不明白究竟是哪一步出了错 木槿突然泄了气 头一次碰到这么难解的程序 他一直靠参加各种AI比赛赚取奖金 维持生活和腿伤的医疗费用 想到这里 他觉得不能轻易放弃 毕竟还有丰厚的奖金在等着他 说完他还问了问题 在他手上的AI蝴蝶小扑 小扑对此也表示赞同 一想到奖金 木槿又立马振作了起来 毕竟有经验在身 他决心再来一遍 又是好一段操作 系统终于提示信息正确 激活成功了 木槿此时已经高兴的 想一蹦三尺高了 黄天不负有心人 终于成功了 只见神秘盒子突然开始重组 声称形态 正当他庆祝超新型程序问世之时 神秘盒子却没了动静 木槿有些惊讶地 用手指戳了戳 自己花了那么多精力破解的程序 竟然卡壳了 就在这时 盒子突然弹出了个AI人的画面 AI人跟木槿打招呼 却把他吓了一大跳 AI人打了个哈欠 表示自己睡了的大长觉 连反应都慢了很多 还问是不是木槿激活的他 木槿有些猛逼的回答似的 结果却像是打开了对方的画牢开关 对方不仅夸他厉害 还打听他花了多少时间 机里呱啦说了一大堆 木槿表示 确实花了不少时间 心里却在感叹一个 AI竟然如此画牢 盒子又开始运行了 木槿问他 在做什么 AI人解释 他的形态 还在生成中 让木槿再等等 果不其然 立马就出现了一道刺眼强光 强光过后 AI人表示已经生成好了 木槿傻眼了 眼前除了盒子还是盒子 并没有什么变化 AI人 这才反应过来 音频和形态 还没有同步到位 于是又开始同步 很快提示音响起 木槿傻了 这和刚刚有什么区别 见盒子没了动静 木槿又凑近看了看 小声地询问他是否好了 没想到 身后突然有人回答他好了 木槿连忙回头 是一个漂亮的白发男子 木槿还有点猛逼 男子摆了个pose 松了口气 表示终于同步好了 还担心系统和他不匹配 没想到他话还没说完 一本书就砸了过来 木槿大叫着有鬼 问他是谁 说着 就又要扔一本书出去 男子劝他乱扔东西不道德 木槿这才反应过来 东西扔不着他 便猜测他是全息影像 对方也开始炫耀了起来 问木槿 他帅不帅 木槿也很给他面子 表示他作为全息投影 确实很厉害 形态很逼真 男子再次装了起来 表示他是个智慧和能力 给予一身的新型 AI智能 而且 还有个拽拽的英文名叫Net 李炮一放 老板和Net一起 恭喜木槿 成功激活了公司新型程序 老板还给木槿 颁了的小奖杯 表示奖金待会儿到账 此时木槿傻眼了 这和他想象中的差太多了 原本他还以为破解 AI盒子 可以轰动一时 获得业内的关注和认可 但没想到 只有曹操几个人 给他拉了个横幅庆祝 老板问他 是不是超级感动 木槿没法赞同他的观点 老板立马表示 这还没完 还要送他实习员工 体验机会一次 这一下木槿彻底傻眼了 还没明白 这是什么情况 老板立马解释 之前召集铁上奖励一栏中 有明确告知 木槿表示自己之前看过 并没有这一条 话还没说完 他就发现 真有这一览 他立马吐槽字太小 老板有些心虚地解释 公司萧条 只能用这种方式应聘新人 木槿感觉自己 被深深地套路了 立马启动轮椅就要跑 老板泪流满面 说什么 也要再挽回一下 表示公司是正规公司 不仅包时速 还有医疗补贴 时速和医疗补贴 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木槿尝试说服自己 觉得确实得有个正经工作 支撑生活 老板持续输出 表示公司 氛围融洽 同事也很善良 木槿立马挠补了一下 和同事们一起学术交流的场面 突然觉得还不错 随即他便表示自己 对游戏并不了解 又问老板他这种情况 确实能入职吗 老板对此表示肯定 还说能破解Net的程序 就足以证明他是有这个实力的 木槿思考了一下 便答应了 老板此刻已经感动得泪流满面了 Net却觉得要开始干活了 其余两人还在赞叹老板厉害 毕竟终于有人入职了 老板一一给木槿介绍公司员工 表示有什么学术问题 可以问Net Net也元气满满的 摆了个帅气的pose回应 木槿还猛逼 这么快就入职了 老板继续介绍其他两位同事 还让双月给木槿办入职 双月有些震惊 老板表示没办法 公司缺人手 两位同事还在跟老板距离力争 就项目还没完结 现在又要开新项目 老板却想着工程身退 要溜之大吉了 木槿第一次感受到了 大家一起工作的氛围 觉得非常热闹 随即 Net便带木槿到了一个房间 表示 这就是他之后的住处 等会儿会有人来安排 木槿立马认出 这是他激活 Net时代的房间 他小声地向Net道谢 但很快他又意识到 竟然是 Net给他带的路 问其他人去了哪里 Net解释 是其他同事让他带路的 还表示 他对公司的路很熟 又问木槿 还有什么问题 木槿表示没有了 但是Net执意 让他继续提问 木槿明显被吓到了 在心里祈求 有人能来救救他 说曹操曹操到 立马来人了 木槿算是得救了 双月让木槿 把一些入职信息发给他 之后就可以安排入住了 顺便提醒他 到门口录出入信息 说完 双月又正式地做了自我介绍 表示自己负责公司 游戏场景部分的设计 随即他又发了一通牢骚 自嘲自己 快成生活管理员了 说完又欢迎木槿入职 木槿对他表达了感谢 他便先离开了 此时木槿觉得自己 好像在做梦 竟然有工作了 他开心地跟小扑分享 这个好消息 正说着 就有人问他 什么是这么开心 没想到既然是Net 木槿立马拘束了起来 一时之间忘了 Net还在 对方却表示 反正现在也没什么事做 木槿也只能笑笑 心里却想着 刚刚的样子 都被对方看到了 Net也还惦记着 要问他在笑什么 他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 表示自己第一次被公司录用 有些开心 他想起了之前应聘其他公司的时候 因为各种原因被拒绝 有觉得他生病不妥的 还有觉得他专业性不够的 他也只能通过参加比赛 赚取医疗费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他有稳定收入了 还能跟大家一起工作 自然是满怀期待 Net得知了 觉得这是好事 也替他开心 木槿已经开始期待自己的搭档了 Net表示不用担心 还告诉他 他已经属于新项目组了 木槿有些猛逼 Net还在喋喋不休 说木槿激活了他 所以要负责修复他的程序 还没等他说完 木槿便打断了他 让他说个结果 Net也直接公布了答案 木槿的搭档就是他 且只有他 木槿有些难以置信 Net却十分自信 问他是不是更开心了 说完还哼上了小曲 木槿觉得更难以置信了 Net无奈地耸了耸肩 表示刚刚让他问他不问 木槿作为AI爱好者 成绩优异 特长突出 除了自己改装了轮椅之外 还研发了小扑 小扑也能随叫随到 木槿自以为挺了解AI的 但Net的激活 却让他刷新了对AI的认知 Net不仅性格独特 还特别画牢 一想到 对方会是他今后的搭档 他就觉得压力山大 木槿请了搬家公司帮忙搬家 请点好行李之后 工作人员让他签字确认 木槿确认之后 便跟工作人员到了别 Net坐在箱子上看起了热闹 把木槿吓了一跳 木槿表示上面危险 劝他赶紧下来 没想到 对方十分淡定 还温柔地安慰他 不会有事的 Net表示自己的动作数据非常稳定 木槿听他这么一说 才想起他不是真人 便不再担心了 而且 自从知道要和Net一起搭档之后 他就发现对方好像一直在观察他 他不知道对方是出于对人类的好奇 还是系统自带的功能 担心对方还有什么奇怪的设置 突然外面有人敲门 是两个新同事来了 木槿猛逼地打着招呼 猎虎率先做了自我介绍 还表明了他建模式的身份 木槿淡定地回应了对方 双月打拒猎虎 说他一看到漂亮女孩 就着急做自我介绍 猎虎急得脸红 慌忙向双月解释 自己只是在问候同事 说完又对着木槿解释了一番 Net故意说他 是是猛虎先生 猎虎再次急红了脸 问对方怎么知道他的名字 还解释说那是他写错的 Net表示公司员工档案里都有记录 猎虎没想到他的糗事竟然还保留着 他气呼呼地让Net别再这样叫他 但被Net拒绝了 木槿虽然觉得无语 但又觉得Net确实很有个人特色 晚上徐仪给木槿打电话 问他东西有没有送齐 又问他工作怎么样 打从心底里为他找到新工作而高兴 木槿表示都安排好了 同事也有帮忙 徐仪表示同事都是好心人 工作应该能顺利进行了 木槿笑着解释 还不确定呢 毕竟自己的搭档是个人工智能 徐仪却觉得很厉害 让他别小瞧人工智能 还说现在的人工智能模仿真人特别像 木槿也觉得确实是这样 毕竟他有时候也分不清 他的搭档到底是人还是人工智能 徐仪问他在说什么 木槿有些心虚 表示没什么 让徐仪早点休息 便挂了电话 随即木槿又想起了 Net 想着再怎么逼真 也还是 AI 作为资深 AI爱好者可不能辨别不出 AI 他便打算有机会的话 要好好研究下 Net的系统构成 没想到他刚说完 Net就出现在了半空中 把他吓得不轻 直到 Net跟他打招呼 他才回过神来 他有些惊讶地问对方 晚上不用休眠吗 对方一脸自信 表示刚刚在帮猎虎他们推进工作 但被猎虎他们赶了出来 木槿不明白 他为什么明明都被赶出来了 与其还这么骄傲 Net也丝毫不在意 还打算拉着木槿 一起去看热闹 此时双月正在埋怨猎虎 问他 为什么把刚修改好的绿植形态 改了 猎虎又把责任推给了双月 两人因为绿植轮廓 争执不休 木槿和Net则在门口暗中观察 Net问他是不是很有意思 木槿有些尴尬地认同了 忽然他发现 Net除了生动的性格之外 外形 轮廓和毛发 甚至是衣服褶子都很逼真 正当他想进一步研究下 对方的系统构造时 却被对方逮了个正正 木槿的手像是 准备摸Net的屁股 木槿自己也愣住了 直直无无半天 也没说清楚一句话 Net的眼神坚定地像是要入党 像是认定了什么似的 随即他便大声地教育木槿 乱摸别人屁股是不对的 木槿虽然已经预料到 事情会是这样 但他现在除了道歉 什么也挽救不了 Net持续输出 觉得要不是他及时发现 木槿就得手了 木槿解释自己只是好奇 反正也摸不到 有什么关系 Net却觉得 就算摸不到也不行 还说摸了就要负责任 木槿捂着耳朵 表示知道了 他有些欲哭无泪 觉得受不了眼前的这个AI了 不同性质的 AI有不同的特点 智慧辅导型 比较偏向工作 清静友好型 更照顾生活 温暖陪伴型 更在乎心理 但Net就比较特殊 他是惹是贪玩型 明明是为了辅佐游戏研发的AI 对工作却一点也不上心 贪图完了第一名 休息放松 更是不在话下 还是个社交达人 但木槿 还是想尽快步入工作正轨 Net思考了片刻 便打算给木槿拍个活 木槿听到 有活也是两眼放光 对方还在思考 要给木槿拍什么活 木槿也猜测他 会去修补漏洞 或者处理数据 对方想了半天 终于确定要把一项伟大的任务 派给木槿 木槿对此也是满怀期待 随即对方便告诉他 他要做的事就是 帮对方定制一款帅气的皮肤 木槿在一阵期待过后 逐渐傻眼 对方表示想尝试新造型 木槿不明白 一个AI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要求 对方表示想变得更帅一点 木槿有些惊讶 他没想到 AI人也有容貌焦虑 Net让木槿尝试 将平面数据转换到他身上 并且十分温柔地叮嘱木槿 有不懂的可以问他 木槿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 Net也如愿换上了新的衣服 木槿算是松了一口气 Net夸他做得不错 猎狐也觉得这个新造型不错 还夸木槿厉害 Net表示 要穿着新衣服去别的地方炫耀 猎狐也跟着凑热闹去了 木槿觉得 Net有些臭美了 双月给他倒了杯水 随即便表示 这样也挺好 在新项目开始之前 做些准备工作 木槿有些猛逼 问双月新项目 还需要做这种工作吗 双月表示 之后可能会有大量 转换代码的工作 木槿也突然明白了 Net的用意 双月却表示 这些都是Net的分内工作 木槿没明白 双月便解释 Net也确实应该要 发挥下作用了 不然老板应该会觉得喜亏 木槿立马向双月打听 Net的声势 双月却表示 他也不清楚 猜测Net是老板花重金买来的 他觉得公司这么穷 应该和Net有关 木槿还处于猛逼状态 双月却表示自己要走了 过来只是为了通知他 可以进行新项目了 临走之前还提醒他 记得告诉Net 双月走后 木槿陷入了沉思 觉得Net的安排 都是有道理的 他还以为对方只是想偷懒 随即他便开始自我 PUA 打算相信 Net安排的工作 都是缜密的 此时 Net悄悄地把他招呼了过去 表示衣服数据有些不稳定 想让他帮忙调整下 木槿觉得 此刻也正视了他刚刚的想法 觉得Net这时 在让他熟练技能 没想到 Net只是想加个腹肌 把木槿给整无语了 立马让他正经点 还把新项目的事情 也告诉了他 Net也只能妥协 想着腹肌 只好往后延迟了 木槿正在玩游戏 闯关失败 其余两人一阵惋惜 木槿也有些受挫 总是卡在第七关过不去 其他两个就更别说了 Net大声嘲笑他们 猎虎气得 要上前跟他理论 还好被双月给拉住了 木槿却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 Net只是笑而不语 随即 Net便问他们游戏的名称 猎虎率先抢答 一本正经地介绍起了 小羊快跑这个游戏 表示这是老公司的招牌游戏 咪咪羊 也是十分经典的 IP形象 还和其他行业 出了联名周边 随即即不留意后 便送来的下午茶 送来的正是咪咪羊的 联名奶茶 木槿表示 奶茶很好喝 双月有些无语 因为奶茶店就是老板开的 木槿有些惊讶 猎虎解释 老板确实是靠奶茶店养货公司的 猜测是因为公司的游戏不火 所以靠咪咪羊的IP维持着 Net打来的响指 表示新游戏的研发 可以借咪咪羊的人气来宣传 随即 他便分配起了任务 让木槿把咪咪羊的角色形象 转换成当下最潮流的形象 又跟双月和猎虎 交代了他们的任务 表示做得好的会有奖励 双月和猎虎两人 倒是对奖励没时要兴趣 只是感叹活太多 木槿也觉得这活不简单 一阵忙活之后 他松了口气 总算进入了下一步了 木槿感叹 这活果然比想象中棘手 但好在有点起色 他伸了个懒腰 打算再坐一会儿就去休息 没想到 Net突然出现 把他吓了一大跳 Net关心地询问他有没有事 木槿有些心虚 表示自己没事 心里却觉得 又被吓到了 简直是丢脸 Net一脸认真地道歉 他发现木槿很容易受到惊吓 随即他便凑近了些 提醒木槿早点休息 木槿表示 角色形象还在编制 随即又向Net展示了 他的劳动成果 Net夸他做得很棒 让他早点休息 木槿表示 做完细节再去休息 Net只好提醒他 别弄太晚 木槿答应对方 做完这点就去休息 对方有些无奈 便不再劝他了 很快 Net就有了一个好主意 只见他一个响指 便出了一颗虚拟新星头饰 放到木槿眼前 木槿还有些猛逼 Net表示 这就是做得好的奖励 随即 Net便把新星头饰 放到了木槿头顶 安慰他 今天辛苦了 让他收好奖励 Net夸猎虎的工作 做得很棒 打算给对方一个小奖励 他立马便出了一套老虎装扮 准备给对方戴上 但对方十分抗拒 说自己不需要 Net并未打算就此罢休 说什么都要猎虎戴上 猎虎表示 行男不需要这么可爱的东西 Net继续劝说 还说木槿戴上就很有趣 木槿一脸生无可恋 Net还在劝说猎虎收下他的奖励 木槿头上的新星十分亮堂 他觉得自己不该对Net抱有希望的 昨天 Net亮出新星的时候 他还觉得十分感动 但没想到 Net只是为了好玩 此时 Net和猎虎还在吵闹装扮的事 Net表示已经将他们和装扮锁定 挣扎也没用 猎虎还是被换上了装扮 他一脸无语 Net却觉得十分合适 猎虎瞬间不淡定了 威胁Net赶紧把装扮换下来 Net仗着自己没有实体 十分得瑟 猎虎打不着他 便气急败坏地说他过分 双月跟木槿也在一旁曲曲 觉得Net实在太捣蛋了 木槿对此表示赞同 心里想着 不应该对Net抱有一丝感动的情绪 此时老板推门而入 一脸开心地询问大家的工作进度 双月表示 除了Net很烦人之外 一切都好 老板却直接忽略了重点 觉得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 老板表示自己此次前来 是为了给大家送奶茶店新品 云朵捏捏捏茶 木槿拿到新品奶茶十分开心 老板看到猎虎气喘吁吁的样子 还以为他是刚运动完 便招呼他赶紧喝杯奶茶解渴 猎虎却转身告状 说Net闹腾 老板十分和蔼地表示 AI这样很正常 让他多和Net磨合磨合 没想到下一秒 再送奶茶的布刘一号 直接把猎虎的奶茶 送到了老板脸上 老板也没有生气 而是尴尬地表示 他和布刘一号 也需要再磨合磨合 猎虎劝老板 给布刘一号换个元件 老板却觉得能用就行 此时 Net正看着木槿手上的新品 觉得刚上市的新品 卖相很不错 还说老板能靠着这个新品 稳赚一波 听得老板心花怒放 猎虎美好气地 让Net整改下他的个性模板 控诉他太过导弹 Net对自己的导弹行为 一无所知 猎虎倒是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双月也觉得 Net总是口不择言 Net表示 他说的都是事实 猎虎更生气了 觉得他的语言模板里面 就没有好话 Net一听 胜负于立马就上来了 说他夸过木槿 漂亮可爱又能干 是他的最佳拍档 木槿听完 立马脸红了 但又依稀记得 自己好像没听过这话 猎虎不死心 让Net立马夸他 Net故意说他是炸毛虎 他还真就立马炸毛了 说Net故意撩妹 木槿也跟着附和 Net哼着歌假装没听见 猎虎在后面嚷嚷着 让他解释清楚 Net突然耍帅 表示自己说的句句属实 数据不会骗人 猎虎立马给他上难度 说他没有复杂的语言 Net表示自己 当然有复杂语言 但需要数据过滤 不巧的 是他的过滤系统存在缺陷 说谎的时候 就会出现状况 众人有些不明 所以 随即 Net就给大家演示了一番 表示给大家带上虚拟投射 他感到很愧疚 一顿输出之后 他的脸开始扭曲 满眼透露着智慧 三人听完 如同天打雷劈 猎虎和双月 立马跟老板告状 说要整改Net 老板虽然也觉得很无语 但他更觉得 能用就行 木槿只是静静地 看着他们闹腾 他突然注意到 双月和猎虎的虚拟装扮消失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头上的星星 还在闪烁不停 早上小扑提醒木槿起床 木槿才迷迷糊糊地醒来 跟小扑打了招呼 小扑贴心地 报备天气情况 木槿突然发现 他头上的虚拟投射 竟然还在 他不明白 这是怎么一回事 明明昨天亲眼看见 猎虎和双月的投射消失了 但他的投射却还在 已经两天了 也没有要消失的迹象 他决定找Net问清楚 Net十分淡定地跟他打招呼 还告诉他 有新任务要做 木槿直接问Net图标的事情 但对方却觉得 这很正常 木槿表示 其他人的都消失了 双月和猎虎才反应过来 自己已经没图标缠身了 Net跟木槿解释 其他人的都是闹着玩的 只有他的是特殊的 木槿有些不明 所以 Net表示 这和他接下来的工作有关 说完就把他叫走了 Net向他展示了一个高科技玩意儿 表示 那就是他之后工作的地方 木槿有些猛逼 Net却让他先躺下 双月扶着木槿 躺到了高科技上 木槿还觉得十分稀奇 正研究着 显示屏上就出现了 小羊快跑的界面 木槿一眼认出了 这是他们之前玩过的游戏 随即 Net便问他有没有准备好 但木槿只听到了Net的声音 却没有见到他人 Net让木槿闭上眼睛 系统便提示数据开始连接 木槿虽然有些猛逼 但也只好乖乖照做 系统提示身份核对为游戏修补人员 验证通过之后 木槿就跟游戏连接成功了 木槿缓缓睁眼 系统提示他 已经进入新型实感体验游戏 他这才发现 自己已经身处游戏中了 木槿成了小羊快跑里面的小羊 Net拍了拍他的肩膀 跟他打招呼 他被吓了一跳 Net一脸灿烂地出现在他面前 说他是一下体质 发现是Net 木槿才放下心来 很快他又意识到Net居然能碰到他了 木槿觉得非常神奇 竟然能碰到AI数据了 Net提醒他 他现在可以随意走动了 木槿试了下发现 居然真的可以动 便问Net这是怎么回事 Net表示猎虎和双月 负责制作游戏场景 木槿通过意识读取 进入游戏体验 和Net一起修补游戏漏洞 而星星图标 就是连接游戏和现实的通行证 木槿这才知道星星图标的用途 Net表示做他的搭档并不简单 随即便问木槿是否准备好 要开始真正的工作了 此时猎虎和双月 正在游戏机前观看两人的互动 一看就是半小时 此时Net正在引导木槿修补漏洞 表示修补完成才会有实感 木槿觉得这种体验十分奇幻 他也学着Net的样子 开始修补漏洞 将云朵放在手里揉搓 Net让木槿看云朵里 窜出的星星 木槿还在思考 虚拟道具 为什么会有这么真实的触感 说着他便走向了Net 想让对方告知他缘由 Net被他没头脑的话 整得有点猛逼 木槿便问他 游戏环境触感真实的原因 Net却迈起了关子 表示要把工作做完 才能告诉他 木槿还是不明白 他为什么能在这触碰到Net 又开始怀疑 Net也有人类的触感 Net开玩笑打趣他 他紧张地解释自己 只是好奇 随即 Net便伸出手 示意木槿摸摸看 表示这样 就能确定他是否有人类的触感了 木槿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便开始观察他的手 感觉比真人的手还真 他便打算正视下自己的猜想 在游戏环境中摸到 AEI仿真人 果不其然 鱿鱼就会败北 正当他 准备摸Net手的时候 突然窜出了一条大鱼 这下两人都傻眼了 两人身处在大鱼的阴影之下 木槿问Net大鱼 是什么玩意儿 精致的大鱼正无辜地看着两人 此时在游戏外观察的猎狐反应过来 是 BOSS梦念穿场了 双月便提醒他 赶紧关闭关卡通道 以免道具被破坏 Net也突然认出了大鱼 表示 他就是最后通关的大BOSS 还开玩笑说 他想提前出场 很快BOSS便张开了血盆大口 木槿还傻不愣登地站在原地 Net拉着他赶紧逃命 木槿感叹这个大BOSS 未免也太大了 两人一阵逃命 Net问木槿跑起来是不是很真实 木槿对此表示赞同 觉得不愧是实干体验 但很快他又意识到 现在不是谈体验的时候 眼看他们就要成为BOSS的盘中餐了 Net挠了挠头 觉得木槿说的有道理 木槿无能狂怒 觉得他应该紧张起来 随即 Net便搂住了木槿的腰 让他准备好起跳 木槿显然还没有准备好 两人纵身一跃 木槿才反应过来 下面是悬崖 于是两人直接来了个自由落体 木槿快紧张死了 Net却很淡定 好在两人只是摔在了云朵上 BOSS从他们的头顶游过 两人也算是躲过了一劫 Net没想到游戏里跑起来 也这么累人 木槿也觉得自己 好久没有感受过奔跑了 心跳和身体上的发热 都非常真实 Net听他这么说 表示也有一样的感觉 没想到却把木槿逗笑了 木槿没想到 AI也会发热 见木槿不相信 Net便直接抓着木槿的手 放在他脸上 还笑着问木槿 验证的怎么样了 木槿一下羞红了脸 Net见状赶紧关心他 不关心不要紧 这一关心 直接把木槿 从游戏拉回了现实 木槿的心跳 依旧没有慢下来 他看着自己的手 觉得自己刚刚的经历 多少有点荒唐 木槿抚摸上 Net光滑的脸颊 不知道怎么形容这触感 他沉迷地感受着 Net光滑的肤质 优秀的轮廓 还有细软的发丝 和浓密的睫毛 感叹好好摸 Net被木槿不小心 把心里话说出来的 可爱模样逗笑了 按住他放在自己脸上的手 笑着问就这么好摸吗 木槿听到声音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就看到 Net也撑着头 躺在自己身侧 用宠溺的语气 温柔地喊自己起床 木槿顿时清醒 脑子还有些迟钝 慌张地问Net 怎么会在这里 Net趴下 与木槿视线持平 不解地望着他 回答自己 当然是爱叫他起床的呀 随后 Net笑着控诉木槿手部老实 自己叫了他好几遍都叫不醒 木槿茫然地听完 手足无措地 跟Net说对不起 表示自己不是故意的 Net坏笑着 让木槿快点起床 再不起来 那只好用其他方式叫他了 话落 Net伸手俯上木槿的脸 木槿看着 Net不断凑近的脸 心扑通扑通狂跳 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盯着他的嘴唇 响入飞飞 BOM 突然 房间内响起东的一声 木槿惊叫着 抬手捂着脑袋坐起身 头上传来的巨大疼痛 使木槿反应过来 自己竟然撞墙了 下一秒 木槿想起Net 睁大双眼望向身侧 床上没有人 发现原来是梦 他深呼一口气 揉着脑袋重新躺下 这都是什么梦啊 起床后 穿着整齐的木槿拼命摇头 想不通 自己怎么会做这种羞耻的梦 而且 梦里的画面 依然历历在目 回想起梦中的场景 木槿害羞得无嘴 始终不敢相信自己 竟然会梦到Net那样 木槿越想越忘不掉那个梦 他疯狂拍脸 试图让自己醒过来 好不容易冷静下来 木槿猜测 可能是因为 昨天在游戏里摸到了Net的脸 所以 自己才会有现在的反应 木槿仔细回想 当时自己摸完Net的脸 直接被吓醒 摸着下巴 更加自我肯定这个猜测 木槿觉得 在那么实感的游戏环境下 摸到了Net 肯定太过于惊叹 能和数据触碰 而且感受比做梦还要真实 木槿不断给自己洗脑 肯定是因为Net触感太逼真了 所以才会做这类似的梦 只是他过于好奇 Net的质感罢了 就在木槿自言自语 不断说服自己的时候 Net突然出现 吓了木槿一跳 Net平静地和木槿问好 问他 昨天有休息好吗 木槿尴尬地笑着回答 还可以 听到木槿的回答 Net很高兴 摸了摸后脑勺 不好意思地说 没想到昨天他会因为不适应游戏 而提前中断了 木槿像偷偷做坏事 被抓包一样 瞬间心虚 含糊着回应 慢慢适应就好了 然后赶紧跑开 谁知 Net再次闪现在木槿眼前 叮嘱木槿之后 如果有类似不适的情况 可以及时告诉他 虽说工作重要 但还是要保证搭档的安全才行 说完Net微笑着 问木槿知道了吗 木槿看着离自己特别近的Net 心脏不争气地 咚咚快速跳动着 乖巧的娜娜回答知道了 她用力拍了拍自己通红的脸 觉得都是那个梦嗨的 现在只要Net依靠近 木槿就会联想到昨天的经历 她害羞地抠着手指心脏狂跳 而且 即使现在在现实中摸不到Net的情况下 自己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木槿回过神来 努力保持镇定地告诉Net 不用每次都这么近和他说话 Net一脸茫然 木槿补充了一句 自己能听见 Net不好意思地摸着后脑勺 解释是因为 一不小心数据锁定对话目标 就聚焦过来了 听到还能聚焦锁定 木槿半知半解面上 却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 松了一口气 暗叹果然是自己想多了 毕竟Net只是单纯的数据 能有什么歪心思呢 Net不知道木槿的内心系 继续跟他解释 主要是因为 木槿的眼睛容易被锁定成目标 然后Net不知不觉 就想凑近点看 文言 木槿茫然地眨了眨眼睛 一眼呆萌地问Net为什么 Net告诉木槿 因为他的眼睛很迷人 木槿惊叫出声 听到Net说话如此直白 他恼羞成怒地一拳打向Net 仗红着脸大喊坏AI 随后 木槿借口要去工作转身就跑 让Net不要打扰他 Net愣在原地 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自己被打了 木槿跑开后 依旧气呼呼地暗骂坏AI 嘀咕 怎么会有说话 总是没个正型的AI 愤愤地转身打算不理Net了 木槿控制轮椅走到半路顿住了 垂眸沉思发现 自从和Net接触以后 除了Net的性格鲜明以外 很多举动都让他惊讶和不知所措 尤其 刚才Net突如其来夸赞自己的眼睛很迷人 让木槿一时不知道 是按人类的角度 还是按AI的视角去想 最后 木槿叹了口气 把萌生异样情绪的原因 归咎于最近的经历 使得自己总把Net想得太复杂了 或许他那句夸赞 只是单纯想说而已 木槿烦躁地不再胡思乱想 努力想着 待会怎么安排工作时间 一想到小杨的形象还没完成 便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 突然 门口传来一男一女的说话声 木槿立刻好奇地支冷耳朵听着 男生打算约女生 今晚去看市区的灯火节 女生笑音音地满口答应 期待一起见证美景 听着听着 木槿感觉这女生的声音 有点熟悉 说话声还在继续 男生约女生今晚不见不散 木槿更加好奇 女生在和谁说话 于是 木槿打开房门 扒着门缝 偷偷地探头往外看 原来是双月在和一个AI角色说话 木槿震惊地看着双月满脸娇羞地 对着AI角色撒娇 双月听到动静回头 对上木槿的眼睛呆住了 木槿尴尬地道歉 双月回过神来 一边尖叫着 不活了 一边拔腿就跑 木槿阻止不及 对着背影 预盖弥彰地说自己什么都没听到 双月跑到角落 情绪低到谷底 木槿来到她的面前 紧张地再次道歉 开口解释自己 其实不是故意的 双月却崩溃得什么也听不进去 她满脑子想着 因为没忍住游戏的限定活动 导致自己在公司高冷干练的形象破灭了 连辞职都想好了 木槿满头黑线地打断双月的胡思乱想 安慰她 事情没那么严重 随后 木槿笑着说 偶尔玩游戏利于放松心情 转移话题称自己觉得她玩的游戏挺有趣的 让她帮忙介绍一下 果然 一听木槿对游戏感兴趣 双月眼睛一亮 干咳一声恢复镇定 给木槿介绍 只是一款普通的恋爱游戏 甚至主动递给她看 木槿没想到 居然是恋爱游戏 笑着跟AI角色互相打招呼 疑惑可爱的形象 为什么配的是个成熟的声音 双月解释 这是普斯大人的限定Q版形象 保留了原生而已 文言 木槿不再纠结 转而问起 可以和角色互动吗 双月告诉木槿 除了能够互动外 还有很多与她的单独情感线 好感度高 还能解锁新的语音包 以及可爱表情 木槿听完若有所思 双月一边滑动屏幕上不同的角色 一边介绍 其实这是个仪女游戏 所以 还有别的角色可以选 木槿瞬间激动地表示 要看看 双月指出 一个人气很高 但自己不感冒的角色给木槿看 木槿看了一眼 觉得挺可爱的 双月解释 因为跟Net太像了 所以不感兴趣 果然 提到跟Net很像 瞬间引起了木槿的注意 他细看之下 却觉得也不是很像 AI角色滔滔不绝地 从发思到眼睛赞美起木槿 嘴甜地表示 他可爱如花一般甜美 木槿脑中却突然想起 Net夸自己眼睛迷人 瞬间害羞地反口表示 这个角色和Net好像 双月在一旁赞同的附和 说自己总感觉哪里像 但又说不上来 可能是发色 性格 举止像 最后下结论 可能是他俩系统模式 很像 木槿不解的反问系统模式 双月解释就是 性格设定成鬼话连篇的样子 所以感觉 他俩存在共性 木槿恍然大悟 猜想 Net说出那种肉麻的话 全都是数据延伸出来的 双月表示 大概是这样的 随即反应过来 八卦地问Net 对木槿说了什么奇怪的话 木槿尴尬地打马虎眼 木槿想通了 没必要纠结 Net说的话的含义 因为这就是 他的数据性格设定 想通后 木槿犹豫地问双月 不用在意 AI角色化的含义对吧 双月回答 即使知道了 他们都是从背后 大数据演算的话语 但是自己还是会因为 角色说的话 而感到开心 随即 木槿目光灼灼地望向双月 表示这样 应该也没有什么不值吧 木槿觉得 双月说得很有道理 不管怎么样 无关话语的含义 确实Net的话 让他挺开心的 突然 Net冷不丁出现在两人背后 吓了木槿和双月一跳 他大喊 抓到两个上班偷懒的人 立刻表示要扣钱 上班的鸡飞狗跳上演 木槿感叹 Net大部分的话 还是让人糟心 Net一本正经地提醒大家 认真工作 接下来是他的监督时间 木槿想得是差点被 Net听到两个人在聊他的事 双月想得是差点被 Net看到自己玩游戏的样子 两人纷纷感叹 好险逃过一劫 工作模式的Net上线 说游戏的主星部分还没完成 督促木槿和双月抓紧时间 恰好此时男同事 猎虎拿着咖啡出现 上一秒还在感叹 大家上班积极 下一秒却听到一个 冷冰冰的声音说扣钱 脸色大变 木槿暗想 果然Net大多数时候 说话还是正常的 动不动就语出惊人 还是不要在意他的话 Net夸张地赞叹 这华丽的身形 简直太迷人了 木槿一脸猛逼地回头 不知道他在和谁说话 华丽的身形后半剧 是绝对配的上游戏中 第一毒素道具 这断剧简直绝了 Net夸赞场景道具 做得非常好 大家反应冷淡 Net不甘心表示 真的很迷人 Net的说话断剧风格 忍不住让木槿失神 木槿懊恼地低头 告诫自己 不要太在意Net的话 他深呼吸放松 告诉自己 这只不过是 AAI直言的小伎俩 这时 Net毫不留情地指出 双月做的道具 放在市面上 简直是太难看了 在木槿愣神的瞬间 Net又开口补上了后半剧 太难看到这类风格的道具 非常的独特 他的话惊呆木槿 双月不满地表示 是因为猎虎建模 太粗糙导致的 最后还得自己擦屁股 优化细节 Net表示双月说得有理 幸好有他来善后 不然猎虎这人 还得由他来亲 这不按常理出牌的 说话停顿模式 成功又让木槿想偏了 果然 Net想说的是 亲自教学好好建模 木槿恼羞成怒地 让Net说话 别乱停顿 木槿越想越觉得离谱 自己听Net的话 总听半截 听到一堆乱七八糟的话 他强达起精神 告诫自己的好好工作 绝对不能被一个AI的话左右 于是 木槿目光坚毅地 强迫自己 集中注意力 手动开启防御 屏蔽所有声音 手指哒哒哒 不停敲击键盘 木槿工作入迷的样子 震撼了所有人 木槿不断提醒自己 集中注意力 暗示其他事情 都与自己无关 唯有眼前的工作 只有努力工作挣钱 才是王道 木槿疯狂敲击键盘 终于 响起低的一声 屏幕上小羊形象的 AI角色显示生成 在经过滴滴滴的代码转换等待后 木槿成功完成小羊角色 引来一片惊叹 猎虎兴奋地说 终于见到眠眠羊的最新代码形象了 此时小羊眨了眨大眼睛 Net夸奖 他比想象中可爱 随后 Net表示 新形象非常符合现在的审美 开心地宣布 游戏项目 又可以进入下一阶段了 Net一边说着 小羊小小的 一只非常的可爱 一边伸手去摸小羊的头 没想到 手指被小羊狠狠咬了一口 看到 Net被咬 木槿心情舒畅许多 猎虎夸奖木槿 提前完成小羊形象的转换 真的很棒 木槿表示过奖了 心想 果然只要集中注意力 不管 Net说什么都平静 工作什么的 根本不在话下 Net经过一番激战 终于把小羊抓到手心后 他告诉木槿 为了祝贺他 提前完成任务 可以给他一个小奖励 木槿疑惑地指着 自己头上的星星 表示 这不就是奖励吗 Net告诉木槿 那个星星 是本来就属于他的 真正的奖励 可是斟酌很久的 起料 Net拿出了一个闹钟 得意地表示 奖励就是他的叫醒服务 木槿震惊无语 Net笑着问 是不是福利满满 说到叫醒服务 木槿梦回做了美梦的那晚 回过神来 木槿直接拒绝 Net深受打击 说自己叫人超准时的 木槿时动然惧 表示自己 已经有小扑了 Net不放弃地 向木槿卖力推销 自己的叫醒服务 木槿坚定地拒绝 最后 木槿还是被Net的话影响了 开始幻想 Net的叫醒服务 就是站在床头敲锣 叫醒自己 小羊自我介绍 他的名字叫安格鲁 是这个像素游戏的主人公 作为几十年来 在游戏里叱咤风云的老大 安格鲁不知为何 自己会以这样的形象 出现在这个世界里 安格鲁觉得 这个眠眠羊的样子很奇怪 而且 这群人类一直叫他 叫着其他的名字 众人七嘴八舌地 跟安格鲁说话 在人类眼中 小羊没反应 可能卡机了 实际上是安格鲁不屑 觉得这个样子图报了 木槿分析 小羊不能说话 是因为没用语言系统的模块 Net说 或许只能靠行动表达了 安格鲁愤怒地想知道 一直在他眼前 晃来晃去的一堆数据 到底是什么鬼 相比人类来看 那堆数据 简直丑死了 于是 咱满怒气的安格鲁 莫名地对Net的头发 看不顺眼 再次狠狠地咬上Net Net感叹看来 想和他混熟 没那么简单 猎狐也头疼地问 现在这情况 怎么才能让小羊配合工作 双月回应 可能得让他先了解一下 他们的情况 猎狐恍然 夸张地吸引小羊的注意 听到他喊咪咪羊 小羊愤怒地表示 自己是安格鲁 结果发出的 就是一声咩叫声 猎狐展示数据给安格鲁看 证明他在这个世界非常有名 不仅有许多品牌 和他的形象联名 最重要的是 他还有自己专属的奶茶铺 最后 猎狐亲切地问安格鲁 有没有感受到 他们对他的喜爱 没想到的是 安格鲁直接出手 毁掉了那些数据 惊呆猎狐 安格鲁哼哼地说 果然是个无趣的地方 他傲娇地表示自己 可是游戏里 Sway全场的主角 没有功夫陪他们瞎闹 安格鲁说完便走 留下猎虎垂泪 庆幸数据还能恢复 结果没走几步 安格鲁就被人一把揪住 举到空中 惊恐地让人快放下自己 Net摇着食指告诉他 干了坏事 可不许逃 随即 Net摸着下巴沉思 万分不减 怎么就和小羊处不熟呢 木槿提议 如果把他带到游戏里面 会不会好一些 Net思索后觉得可行 表示 虽然游戏还在修补中 但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 安格鲁惊恐地发现 自己不知道 要被带去的游戏是哪里 在他感觉不安的情况下 他的命运就被木槿 和Net决定好了 然后 Net向安格鲁介绍 木槿是负责修复他的人 严肃地警告他 待会和他们一起去游戏里 老实点乖乖听话 木槿笑着 和安格鲁打招呼 安格鲁不屑地表示 自己才不会听他们的话 安格鲁自认自己 是历经磨难单打独斗的真汉子 自信满满地表示 不会被约束 木槿觉得 安格鲁不是很喜欢他和Net Net笑着 强按住安格鲁的身子 否认小杨没有不高兴 还让他打招呼 木槿将信将疑 再次say hi 安格鲁不甘心 被一个区区人类左右 暴躁地朝木槿怒吼 企图让他明白 女人只会影响自己拔枪的速度 奇料 安格鲁发出的声音 却是梦 听到小杨喊木槿妈妈 大家全都惊呆了 安格鲁听到发出的声音 也被自己吓一跳 很快 Net率先反应过来 高兴地说 安格鲁叫妈 一定是因为木槿转换的小杨 所以数据 就自动默认了他和木槿的关系 木槿惊讶 AI居然还有这种关系 Net则认为 安格鲁表现真诚 决定带他直接出发去游戏里面 安格鲁眼中 只看到两个黑影靠近自己 虽然他们告诉他 新环境很适合自己 他却觉得他们笑得不怀好意 惊恐地大喊不要 系统提示 成功进入新型实胆体验游戏 小杨快跑 安格鲁一进入游戏 新兴眼地看着眼前的场景 觉得这里简直太棒了 Net和木槿看到安格鲁 喜欢到在游戏里满地打滚的动作 很高兴 安格鲁听到木槿问 游戏里感觉怎么样 他轻咳一声 表示非常满意 傲娇的决定 勉为其难 统领这片天地 随即 安格鲁再次被一把抱起 Net手提着小杨 笑着宣布开始新的工作进展 安格鲁疯狂扭动身体 让Net放他下来自己走 谁知 Net突然把安格鲁甩出去 啪的一下砸到了 猎虎刚修复的一堆道具上 Net赶忙向猎虎道歉 安格鲁疯狂咩咩咩的叫唤 发现没有一个人听到 他说话崩溃大哭 而猎虎和双月只觉得小杨吵闹 生气又要增加工作量了 木槿费了一番功夫 重新修复好道具云朵 而踩坏云朵的罪魁祸首Net 此时正在怒气冲冲地 喊小杨安格鲁起来工作 看到Net原来在督促别人工作没偷了 木槿很欣慰 Net拿出双月最新做的游戏道具 递给小杨安格鲁 诱惑他带上道具去捕星星 Net看到安格鲁依旧不配合磨蹭的样子 耐心道庆 暴力地让他赶紧带上道具 最终 安格鲁生无可恋地带上了新道具 众人纷纷夸赞 他化愤怒为动力 下定决心 势必要把所有星星抓回来压死他们 Net笑着目送安格鲁离开 叮嘱他 记得多多收集星星过来 木槿不明白 又不是正式玩游戏 为什么要眠眠羊补 那么多星星过来 Net笑着回答 一来补星星是小杨最擅长的事情 二来正好趁机把星星的道具集中修复 木槿一脸恍然 原来是把安格鲁当成了工具羊 突然 Net和木槿听到啪的一声 抬头就看到 安格鲁东的一下掉了下来 Net表示 有云接住了安格鲁 所以他没事 木槿却一脸凝重地发现 好多云朵开始运行不稳定了 Net惊觉原来如此 怪不得自己当时轻轻一脚 就把云朵踩碎了 一点受力都承受不住 很快 木槿就发现 身下的云朵又开始不稳定了 Net担忧地 让他赶紧下来 木槿本来想测试云朵的承载性的 没想到先遇到了运行不稳 只能跳下云朵 遗憾地 等下次稳定了再试 结果 Net刚扶着木槿刚落地 就惊恐地看见 地面的云朵咔的一声开始裂开 木槿跌落进云朵裂开的大口子里 Net慌忙让他小心 却来不及阻止 木槿快速往下坠落 最终扑到一处地方逃过一劫 眼冒惊心地起身 震惊地发现 地面的云朵也垮掉了 看到木槿有惊无险的样子 Net后怕地紧紧抱住他 木槿误以为自己慌乱中 砸到了Net急忙道歉 实际上 是Net迅速垫在木槿身下 又幸运地遇到 没有出现状况的云朵 两人才能安然无恙落地 木槿后知后觉地察觉两人的姿势 羞涩地扭动身体 想要离开Net的怀抱 却发现自己震不开 木槿委婉地提醒Net 已经安全落地 表示该起来了 Net回过神放开木槿 不好意思地说 因为刚刚说话太入迷了 木槿起身 红着脸努力让自己冷静 洗脑保护自己的安全 只是Net的工作而已 刚刚一定是Net的数据延迟了 所以才忘记松手 他唾弃自己 大惊小怪不专业 为了转移注意力 木槿着看看他看看 寻找该从哪上去 Net看看木槿 又低头看看自己的双手 坐下挠着后脑勺 对自己手抱着木槿时 体验的新感受 感到很新奇 后来 Net双手整着后脑勺 闭眼躺在云朵上 很快又迷茫地睁开眼 百思不得其解 到底是什么感觉 Net望着自己的手 暗自思索着 自己今天遇到的疑点 因为意外事故 Net抱住了木槿 貌似衍生了新的陌生数据 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 触发事件后数据 将进行演算分析 从而获得最终信息 并得出结论 然而 Net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的事件 无数数据涌入 却衍生出了他 无法计算的信息 突然 木槿的惊呼声 惊醒了Net 原来是木槿总算 把那个让他掉下去的 大窟窿修补好了 木槿揉着肩膀 嘀咕 这次修补的超结实 保证云朵 绝对不会再塌了 Net悄悄凑近偷看 并观察木槿 却惊讶地发现 他的磁场 似乎没有什么干扰信息 忍不住猜测 难道是因为模拟触感的原因 就在此时 咩咩杨安格鲁趴的跺脚 提醒木槿和Net他回来了 果然 木槿听到声音回头 看到安格鲁回来 高兴极了 安格鲁泪得直抹汗 木槿惊讶他 收集了好多星星 夸他辛苦了 安格鲁把道具扔给木槿 傲娇地展示实力 却突然又被Net一把抱住了 安格鲁愤怒地咩咩叫 Net却发现 抱住小羊 没有那种感受 木槿不理解 Net突如其来的举动 误以为抱抱是给安格鲁的奖励 下一秒 木槿又看到 Net冲去抱云朵 不知道他在闹哪出 只有 Net知道还是体会到 没有那种感受 因为抱小羊和抱云朵的 这些模拟触感 都没有让他演算异常 实验过后 Net明白 问题还是在木槿呢 另一边 木槿不在搭理探完的Net 笑音音地接过 安格鲁递过来的星星罐 开始查看这些星星 有没有需要修复的 Net万分疑惑地盯着木槿看 看着他安静 修复星星的样子 忍不住猜测 眼前这个看似 可爱温柔的人类女孩 难道是潜在危险的 AI杀手 木槿试着修复完 其中一颗星星 出声让Net帮忙 看下他修复的星星 有没有问题 结果却发现 Net愣愣地完全没反应 Net惊恐地发现 自己脑袋里 都是木槿叫自己名字的回音 不知道这是什么声波干扰 害怕地以为 现在可以声波影响了 等了半天也不见回应 木槿疑惑转头问Net 怎么不过来 这时 Net笑着华丽转身 快速秒答来了 心里却在想完蛋了 自己好像中毒了 木槿指着屏幕跟Net说 试了一下修复星星的方法 不知道这样正不正确 他觉得 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想让Net检查一下 Net却没听进木槿的话 发现自己靠木槿 跃进数据 就一直不断演算 然而 又因为演算不出信息 总是反复演算 叠举重归反反复复 Net甚至产生 想要再触发一遍的想法 陷入沉思的 Net视线渐渐模糊 不再聚焦 木槿回头问他 有没有听见自己的话 发现 Net直愣愣地站在背后 Net勉强回神 郑玉伸过去抱木槿的手顿住 最后慌张地伸手拿起星星 顾左右而言 他的夸赞起 木槿第一次修复星星 就修得特别好 木槿惊讶地发现 Net居然卡包格 想起他说谎才会这样 难过的想莫菲 他是在讽刺自己做得差 木槿如遭雷击 被Net质疑专业能力 他愤怒的大吼让 Net正经一点 有什么问题 直接指出来 Net呆呆地回答自己 说的夸赞都是真的 木槿听完更生气了 直接揪住Net的衣领 让他不许开玩笑 Net委屈地说 随后 Net把木槿当成病毒 避之不及 木槿生气地追着他跑 安格鲁看到幼稚的两人 冷冷地说了句 两个傻子 Net满脑子都想的是 远离疑似病毒的木槿 于是脚步哒哒哒地走得飞快 木槿在后头追着跑 气喘吁吁地让他走慢一点 文言 Net脚步不停 拜托木槿 不要再追自己了 木槿边追边说 让Net倒是停下来 Net拒绝直言不跑的话 会被他抓到 两人就这样 你追我跑 过了好一会儿 Net喊停 木槿停下来告诉Net自己 只是觉得 他今天有点奇怪 Net回答当然了 Net解释自己躲着木槿 是因为他身上 可能有携带干扰病毒 听到这话 木槿愣住了 不敢相信自己 是病毒 Net紧张地告诉木槿自己的异样 工作分神 言语混乱 也算失败 这些足以证明 接触木槿 是有潜在的危害 而且仅仅针对的是 AI的难以察觉到的磁场 木槿惊呆了 Net继续紧张地分析 他觉得 一定是因为过多承受 模拟触感的原因 才会有的副作用 Net后怕地表示 幸亏自己发现得及时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木槿却在此时打断了Net 听他提到模拟触感 惊讶地反问 他在游戏里 也能有触感 Net一本正经的科普 游戏里之所以能相互触碰 是通过名为虚间能量 来维持平衡 随即 Net背对着碎碎念说 自己也没想过 模拟触感 还会有副作用 安格鲁这时 突然跑到了木槿面前 Net发现 安格鲁竟然要去报木槿 担心木槿 也会产生 跟自己一样的情况 焦急地大喊危险 冲过去准备保护他 安格鲁嫌弃地 瞥了Net一眼 少请 木槿看到安格鲁 没有任何异常 就知道 根本没有什么病毒 Net尴尬极了 弱弱地反驳 自己的判断 不会有错的呀 这下 木槿怒上心头 赤骂 Net胡说八道 Net求生欲爆发 解释自己 木槿不信 质问 Net怎么不去想想 或许是他自己 接收信息不稳呢 Net下意识否认 反驳自己的 接收信息超稳的 Net告诉木槿 只要是游戏里的 场景道具 他都可以接收 和人类一样的触感 Net为了证明 自己说的话 证明触感信息 可以轻而易举获得 极力描述云朵的触感 是柔软的 新兴的是富有弹性的 甚至抓住安格鲁说 他跟玩偶一样 可以乱捏 木槿趁机靠近问Net 明明都是在接收 在触感上 自己有何不同 Net瞬间身子僵硬 直至呜呜的半天 憋出一句 不是很想摸吗 这话一出 鸦雀无声 Net回过神后 把安格鲁扔了出去 捂住自己的头 痛苦地表示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就急忙跑去修复 刷的一下 木槿只看到系统提示 退出游戏 Net瞬间消失在 他和安格鲁面前 安格鲁小声 骂骂咧咧地说 Net有毒神经兮兮的 突然被木槿吓一跳 木槿被 Net搞得一头雾水 一会说自己是病毒 一会说 不是很想摸自己 简直不可原谅 木槿反应过来 嘴唇紧敏 激动地怒吼 Net坏家伙 最好永远都不要 出现在自己面前 然后 木槿也成功退出了游戏 退出游戏后 木槿起身符额 被Net气得脑袋疼 没想到 AI会因为接收触感 而变异常 决定再也不信 Net的胡言乱语了 突然 木槿震惊地发现 受伤的脚 居然能动了 此时的Net正在努力 自检修复 第二天阳光明媚 Net经过一晚的修复 容光焕发地出现 得意的自夸 能做到如此高效 又快捷地修复 再也找不到第二个AI了 Net想让木槿 来看自己修复好的样子 却没人搭理他 他才发现 双月和猎虎 鬼鬼祟祟地 在看着什么 猎虎回头小声 问Net是不是要找木槿 Net骄傲地说 要让他看看 自己完美修复后回来了 猎虎手指了一个方向 告诉Net Net木槿现在正在那边看医生 Net本来想说 木槿在看医生 那就不着急 结果看见一个帅气的男医生 握着木槿的脚腕 两人有说有笑的互动 Net瞬间变了脸色 震惊破防 另一边 木槿对薛医生的特意到来 感到抱歉 薛医生安慰他 不碍事 自己本来也要顺路去看 其他病人的 于是 木槿便安心地询问薛医生 自己的脚动了一下 会不会和自己的工作有关 薛医生一边给木槿注射药剂 这种潜意识活动影响肉体 随即 薛医生认真地回答 虽然暂时还不能确定 这工作与木槿的病情有影响 不过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脚有了反应是好征兆 木槿惊喜地确认 薛医生告诉他 或许他的工作 还能有助于刺激一下神经运动 木槿高兴极了 下定决心 要更加努力工作 既可以有助于恢复 还能支付起医疗费用了 薛医生也爽朗地笑着 说木槿的工作很适合他 貌似有许多新鲜的活动 特别是这样的星星投尸装扮 木槿这才想起头上的星星 耳朵泛红 跟薛医生解释 这是工作会用到的工具 不是装扮 薛医生笑着夸很可爱 随后 木槿欲哭无泪地表示 如果不是薛医生提起 他都忘了 竟然顶着这个这么多天 双月和猎虎 就这么偷偷看着木槿和薛医生 有说有笑 双月后之后觉得问 为什么要偷窥 猎虎示意双月小点声 表示正好过来关心一下 反问他 难道不好奇木槿的病情吗 双月冷淡地说 既然猎虎这么关心 可以直接去问 猎虎尴尬地回答 木槿没提过 自己不好开口 双月觉得 猎虎说得在理 于是他想到 Net肯定可以去问 猎虎犹豫地说 恐怕不行 Net受刺激 现在好像死机了 大厅里 木槿借着薛医生的力道 慢慢尝试站起 薛医生温柔地问他 感觉如何 木槿惊喜地说 能勉强动起来了 薛医生让木槿不要气馁 耐心地告诉他 虽然血花病毒 作为近年来的新病症 但是他们 一直有在研究药方 所以是能慢慢克服的 然后 薛医生叮嘱木槿 平时也可以适当活动一下脚 有助于抑制病情扩散 木槿表示知道了 此时 Net突然阴阳怪气地开口 好的医生 我也知道了 薛医生茫然地看着 Net窜到两个人中间 Net自来熟地 介绍自己是木槿的工作搭档 Net挡在木槿前面 表示医生 刚才交代的事 都会由他这个智慧全能的 AI辅佐到底 薛医生表示自己知道了 然后提出事后不早准备离开 一边扶着木槿坐下 一边叮嘱他 记得多走动 然后像以前一样 定期来找他复查 木槿和薛医生互相道别 Net敏感地注意到 薛医生说 木槿以前就一直找他 忍不住问 木槿以前都是找薛医生看病吗 还强调一个人去的吗 木槿因为昨天的事还在生气 赌气说Net不必知道 Net难以置信地表示 自己作为木槿的工作搭档 当然要知道他的行程了 木槿指着头上的星星问Net 作为工作搭档 能不能先把这个星星隐藏掉 Net不理解这样 不是挺好的吗 木槿愤愤地说一点也不好 在现实世界 顶着这个星星很奇怪 木槿和Net的争吵内容 猎虎半句也没听着 双月表示 无聊先走了 谁知 双月刚转身就撞到了一个人 手里的东西被撞到地上 薛医生急忙向双月道歉 并且帮他捡起地上的东西 双月听到薛医生的声音 瞬间瞪大了双眼 这声音简直就是普斯大人 双月激动害羞地无脸 他不敢相信 居然在现实中 听到了和普斯大人一样的声音 好听到爆 猎虎关心双月 怎么突然顿住了 双月干咳一声恢复高冷 表示没什么 只是觉得周边的环境 突然悦耳了很多 猎虎怀疑自己 耳朵出问题了 明明木槿和Net的争吵声那么大 双月居然说月耳